大家好 欢迎收看趋势指标 那今天是3月25号礼拜一 Blue Monday 真的是Blue Monday 今天呢 跳空下开 然后全部在低档做震荡 今天跌159点 但是量只有1077亿 好 OK 那今天可是重挫是因为上礼拜五 等于上礼拜六的凌晨 每股大跌460 还有NESTA跌159的影响 但是我已经先前跟各位讲过 你这边要小心 我们技术分析事先做预算 这里就已经跟各位想起 当初在这里跟各位讲 这也是一个落底点 然后这里跟各位讲 它是一个所谓的高点 这是空底 强烈空底 那我们来看今天 在上礼拜有最高多少 10667 跟我讲的10662 小数点会差距 1066 1662 那差距是在10点以内 好 那以目前这个状况 它未来会怎么样 来 电脑有点问题 没关系 今天电脑不乖 来 看得懂你就看得懂 看不懂你就看细 之前的9319这个点 我有跟各位讲过 上来就知道这里 那回档这是一个 你自己记 那为什么会这样 里面有什么稀巧 你如果想再进一步了解 欢迎到我三官家先修班 这叫双技术 双技术 你可能要猜猜看 那事实上我已经知道 哪里 它是回档 会到哪里是一个所谓的低点 那在回档的过程里面 你当然就要小心注意了 了解吗 那回档的一个过程 它不是所有的股票都会跌 有一些股票 它会持续在做上涨 了解吗 好 那之前我已经跟各位讲过了 来 国具打死不可以卖 在相对高档 我请投资本卖掉 你如果刚看电视节目的 你可能不了解 这里我一直跟各位讲 要卖 381要卖 对不对 我秉持的是什么状况 当初在这里 叫各位要用力买 你不要小看这一段 这一段可是100块 那投资朋友 很多人是在这里看坏 那我在这里 大声几乎 不可以卖 反而你要买 那这里都没看到 我就知道会涨到 这个点 381 会涨到这个点 这里是一个所谓381 这一个点 大量K 这里有个密集成交线 这都跟各位讲了 对不对 这点是381 这378 这四点金 这两三十 那我跟各位讲 这里你一定要卖 那到现在我还不买回 我为什么不买回 如果你用切割率 你当然要买 但是不能买 为什么 这里面我当然还有其他技术分析 但是我不方便在节目上面 告诉各位 除非你倒有三关架先修班 这高点 都是我一直叫投资朋友要卖 然后呢 我运用我的技术 我的事先预算技术 我请投资朋友 这里不要买 不要买 那这里是一个所谓的利多 一直做出现 我就一直知道最少会跌到这里的 行进过程里面 我也知道 我跟你讲 在380几 我就知道会跌到哪里的 到现在还是不买 对不对 那甚至有很多 我赖族群上面投资朋友 老师 381的国具 你说要卖 我有卖了 谢谢你 但是呢 押回来 押回来 他自己算 348就买 然后你买了以后 不是我会员 老师 买了以后才说这里能不能买 我说你多看电视节目 我一直跟各位讲 我还不会买 那跌到上一次跌到327 又一堆人讲要买 我说不能买 老师为什么你知道 我说 我的技术分析 低点高点 事先算出来 假设他会回档到这里 回档到这里 对不对 我不是跟各位讲 我还有其他技术分析 那个我不能在节目上跟各位讲 为什么不能讲 有其他原因 不过在三关架先修班 或是你是我的会员 我就会教你 其实来到三关架先修班都知道 原来386的国具会跌到哪里 才可以买 现在不能买 今天去市场买鱼 它又杀很大 市场买鱼是现买现台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今天你即使你今天买它 你还是今天还是跌 跌13块 今天是买比较大一点 你前几天买的 对不对 你看这附近买的 今天呢 还跟大只鱼鱼杀很大 还不能买 中美金 我在低档请投资朋友要买 对不对 这里叫各位要买 我有没有讲谎话 没有啦 郭先生从来没有事后的 因为我知道广大的投资朋友 一般来讲不懂 所以你就是不懂 你会间谍杀舰长或利多买 这里我叫投资朋友买 这里我叫你卖 还记得 长期看我电视的都很知道 这里我叫你买的时候 有留下证据 但是叫你卖 我没有留下证据 我没有留下证据 但是在LINEA上面 我一直讲 包括国据 国据我没错过 没错过 对不对 我每一波 我都跟各位讲 你长期看我电视 你应该很清楚 国据 最后一次买是在这里 我买291.5 麻烦你去看我 元月3号的 YouTube的节目上面 是不是讲我 元月4号要买 破线这里 利空赏户绝对不会买 对不对 结果呢 涨上来了 涨了很多 涨上来了 今天电脑有点不听话 好 OK 那我们再来看看 其他几档股票 这档叫宏达电 老师 宏达电今天跌 跌1.75 跌了4% 几乎接近半根跌0板 但是我之前跟各位怎么讲 宏达电怎么看 来 这电脑有点问题 宏达电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这里是一个买点 对不对 你买在相对低就OK了 为什么这里是一个买点 我之前跟各位讲过 就比如讲一般 主力作手要买档股票 他都是在相对低档买 相对低档买 那低档买 他一定是发布利空 就比如讲2498宏达电 来我们看看 来 你看3月7号这里 3月7号 有没有 营收利空轰炸 因为3月6号 这里出现 碳上市新低 而且 他是在 3月6号的收完盘 4.1后 所以3月7号 他一定会杀到底 对不对 3月7号一定会杀到底 那你看啊 3月7号 前面就不要谈 3月6号收 3月6号收完盘 收完盘 下午4点多 发布他 营收2月份的营收 创历史新低 所以3月7号就杀 3月8号落地 34.9 但是请各位注意 我们的技术分析都没看到 我就知道了 下来 他这里 来 这里就是一个买点 对不对 注意看 3月7号 3月6号下午发布 3月7号 当天就死得很惨 3月8号落地 但是 我事先算好 这边 事先算好这边 34.99等于35 那出现力多 是不是跟各位讲 他是一个买点 对不对 好OK 那相对我们来看 我一直在跟各位讲 个股的位置不同 那宏达电他是谁要倒人购 这一天是大盘 来 去年的 这个我用这个比喻给各位看 这叫结构 去年的10月11号 这一根是不是跌500点 高点跟低点是不是 差了500点 接近嘛 这一根开始重挫 重挫以后 一根长跌以后 这边开始在做大跌 但是你注意到 10月11号 但是你看 同样一天 宏达电落底开始涨 就是告诉你 他就是市场的逆势股 因为他谁要倒人嘛 对不对 市场资金一套 当大盘在跌的时候 那这种股票 他以前是最衰的水波抖 他反而在涨 那同样的 现在我已经跟各位讲 加权这里是一个所谓的 这个高点我有算出来 10667 不要说没有了 你长期看我电视节目 这个点 我不是事后算的 上礼拜 我怕你做错 我说10662 对不对 因为我都随便 我在拉这个线都随便点 会差距一两点 小数点的关系 我们不用去差距那一两点 你只要相对高档 然后来到这边 我知道 加权会做一个所谓回跌 那加权回跌 他资金会做一个所谓的移转 那移转要到哪边去 像这种随便倒人购 了解吗 这叫做结构 当然了 现在散户会不会难买 不会 那我告诉各位 压回来你看他有没有人在买 很简单 这是你看到这一盘 这一盘是1.25分 你看38.8跟38.85 内盘38.8 外盘38.85 最后一盘 内盘是38.85 外盘是38.9 加38.85 如果以这一盘来讲 这个叫做黑盘量 卖盘量 但是你是看到前一盘 才下单 所以这1067张是买单 这就是传统技术分析 你看到这个卖盘量 你又认为它是卖单 最后一盘有人在卖 其实这是买盘 这我给各位一个所谓的经验 因为你不懂 我告诉你 所以我都跟各位讲 在这里宏达店 有没有人会买 不会啦 但是我跟各位讲 我只告诉各位 其他的 我之前讲过Google Google用11亿元去买宏达店 它是就叫做赞助 内幕 不能讲内幕 那个我就不谈 我只告诉各位 在5G的一个所谓部分 最欠缺的就是AR跟VR 那宏达店是AR跟VR的领导厂商 大家要不要拉拢它 要不要 要 那它股价在低档又发布力多 如果你是足利做手你会怎么做 你会怎么做 其他股票都不敢买呢 对不对 这种呢 未来有前景相对低档的 足利做手一定会买 但是它买一定是买的不落痕迹 但是呢 我就我的经验跟技术告诉各位 就比如讲 国具1310 我在节目上就直接跟各位讲 你要小心会砍头 那时候没人相信 结果真的砍头 310 还看到287 2492 这我救很多人 华星科490亿 我之前讲过了 我说会到一字头 结果到119 119 我本来设定它是100 结果到119 华星科跟国具有救了很多人 相对的5483 这里我叫人家要卖 有没有证据 没证据 但是你看我电视节目都很清楚 这里150 我这里写142 懂吗 这里叫你不要买 拿下来 我就跟你讲 你要小心它会砍头 砍头懂吗 我在这里是不是有跟各位讲要买 这里叫你卖 这里叫你买 这里叫你买 对不对 有没有证据 有啊 做股票是这样子做的 各位 散户不会在这里买 47.1 上来我告诉你88要卖 这里到90 对不对 那压回来不告诉你 56要买 56哪里 我在讲你们到底有没有在听 这88叫你要卖 90 对啊 散户都买在高档 等一下告诉你这里要买 这有留证据 然后上来 我就懒得做记录了 我直接在line上面讲这里带量过前高 这里啊 74 75附近你要卖 懂吗 懂 好 那这种就是所谓特殊的技术分析 包括苹果 苹果去年 去年12月底 我已经事先算到会到 我这里都没看到 我是知道233的苹果会跌到 233的苹果会跌到144 我还特地写得很大 最低跌到142 我预算144 跌到142 然后在142 那我节目上就已经讲过 它会涨到176 最高会涨到198 后来我来制作一个所谓专辑 苹果股价决定未来 那苹果是不是真的第一波来到100 来 这个我看这里面有没有 是不是苹果第一波真的来到175.7 苹果股价 是不是最高 这个点来到175.5 我在这里这142 我就跟各位讲第一波176 第二波198 结果呢 上礼拜最高来到197.6 郭先生绝对没有事后讲 所以我就跟各位讲 你在市场上 如果没有我这种技术的话 其实你很难活得下去 而且郭先生 我跟你讲 我知道很多人做股票是 见长追间谍看 所以我希望用我的know how 我的技术来救一些投资朋友 我会没有救到 有 相信我的都救到 不相信了 我没救到 国际高低点我都有没有抓出来 中美金高低点我也没有全部抓出来 每一次哦 每一次哦 every time哦 然后所以呢 我就跟各位讲来 3月30号三官价先修班 走到文主公有来报比 那低档出量股 那低档出量股怎么挑 比如讲 我都给各位低档出量股 来 自操我什么时候给各位的 我在这里跟各位讲 我在这里 你自己去查 你的line a line a你当初 当初你有流底的 那没办法消档啊 你自己查 我line a里面有跟 有没有跟各位讲 自操在这里是买点 你line a就有 我没有讲谎话啦 我每档股票都在低档啊 日池 今天大盘跌哦 日池也涨哦 这个也涨哦 我低档出量股 几乎都是在相对低档 什么时候涨我不知道 但是他也是在低档 那这种 工夫这种技术 你倒有三官价先修班 我教你 还有被动元件 这一波包括国具华星科 奇力星 合成党 那压回哪里是买点 你来我告诉你 矽晶元部分 我到现在中美金 我还不买回 那中美金哪里是买点 环球金哪里是买点 加金 合金哪里是买点 我都可以事先算出来 那个信不信 那是随便你 很多人知道 郭先生有这个能力 还有你如何养成 低买高卖的密技法 低买高卖这很重要 因为赏务投资本 一定是低卖高卖 对于我常在说 说一句比较 比较次投资人 投资本没有我 事先预算基数 绝对三桌四桌 十桌高天顺 见长追见跌砍 你要养成 怎么养成 新法 你来找我 你倒有三万家 你来学 你未来一辈子会 低买高卖 你会从输家 转为赢家 最少你低买 你不会受伤 你懂得明白 听好吗 这就是郭先生愿意要帮助人的地方 还有传统技术分析的盲点 上一次我讲 什么复合头肩底 头肩底 碗形底 箱形底 那个所谓的道士形态学 的破解你有听吗 我制作一个专员 就是做那个东西 那重点 还有其他技术分析的盲点在哪里 你懂吗 因为传统技术分析 学得越久 你是早出场跟晚出场 因为传统技术分析 都是涨上来看多 叠下去看坏 不是这样的 你要从前面就知道高点跟低点 事先做预算 那当下调整一下 应有三官家 三官家趋势转折 逐步K 逐步K 税步K 量能比 三转折五转折 还有等等等 去抓 你就可以知道高低点 那这个三官家先修班 基本的我会教各位 座位有限 今早报名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现场 再跟各位继续谈 好你有大致金的有强烈赚钱 意愿者想要低买高卖的 或是想要学事先预算的技术 成为高手的都欢迎来着握 今天入会 家政三官家秘技形态学 2.0版 那要去三官家先修班的 那这个礼拜六的三官家先修班 你全部打 02389 8689 02389 8689 启发头顾 启动财富成长 发现幸福人生 想带家人出国旅游 却难以实现 想为家人换车 你却迟疑了 也让缺钱成为你的理由 让启发头顾 协助爱家的你 达到幸福美满的家庭 选择启发头顾 获利轻松入带 致富专线 022389 8689 022389 8689 启发头顾 您是要消极地等待机会 还是要积极地创造获利 启发头顾 当您启动至胜的关键 发现财富的钥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 咨询这件 022389 8689 022389 8689 他后来回到现场 那很多同众问我说 老师威生你卖了没有 没有啦 在低档这里买了 到现在还不卖啦 为什么 因为小心到 宏达电是逆势股 它涨 它还会在带动 那我在低档买的 我很安心 我之前在这里 一直介绍给各位 尤其LINEA 我讲N次了 LINEA 你参加LINE里面 低档出量股有 我当然叫会员买 那很多人说 老师这低档出量股 从哪边看 来 今天是礼拜二 我已经讲到礼拜 今天是礼拜一 我已经讲到礼拜二 的三关价跟双关价 那低档出量股就在这里 打勾勾的部分你注意 当然没打勾勾 你要注意啦 因为字很小 但你只参加我的LINEA 你每天都会有 了解吗 我所有的股票 起工都是从低档出量股 那这模式 你找我三关价 先修帮我教你 我教你 很多人就有兴趣了 不来是你的损失 你学到以后 你就永远不会见长追见跌看 那指数的空间 我今天没时间讲 那我再跟各位讲一次 想跟着我做操作的 或是要去这个礼拜六三关价先修班的 你都注意广告中时段电话 被动原件细晶元 这些股票 这族群 比如讲国际趋利心 还有中美金 环球金 未来哪里是买点 那这一波为什么 你要注意 2498 我一直在低档这里跟各位介绍 还没涨多少 2388 已经涨很多了 我老行宅宅 只是什么时候要卖 那2498 宏达店这里有人会买吗 不会 今天所有头裤老师 还是在讲 亚光 我五十几块讲 七十几块卖掉了 我都是低买高卖 这种才是赢家的王道 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告一段落 注意广告中时段电话 与我们做联系 所以各位明天 操板胜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